两年前爆出超过1700亿台币理财产品到期 无法兑付被包围抗议 接着恒大地产传出多地烂尾楼 财务风暴持续延烧 16号晚上恒大地产在深交所发布公告称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违法违规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现在恒大不止多名高层主管被捕 就连劳动许家印也难逃 外媒报道许家印遭到警方监视 彭博新闻更指出 许家印在9月稍早被警方带走 当天广州市公安局警车 出带在他的办公室附近 还被募集遭戴上手铐脚疗 有接近恒大的知情人士 向观察者网证实了该消息 并表示事情发生在几天前 许家印陷位于北京的一处居所 已被限制部分行动自由 许家印从一件农村穷小子 当年说到邓小平赶招南下闯一闯 从此由仲田小伙子 变身世界500强企业老板 2017年已身家2900亿人民币 成为中国首富 曾经风光的中国大陆地产龙头 如今前景不明 面临清算风险 TVBS熊猪光宏陈玉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